从10月20日起 离远几天 在没有明显的寒潮 台风的情况下 中国北方海域 突发大范围的 地长海水道观 从江苏南通 到辽宁连岸都受影响 这次特大潮水 来势汹汹 辽宁团景市 大蛙区二借沟的村民说 当地20日晚间 已经有涨水迹象 但水势不大 可到了21日早上5点多 水突然暴涨 看有个邻居 那时候还在上厕所 结果一下子 水就上来了 差点把它淹了 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潮汐 但今年的潮水 确实夸张 许多上了年纪的居民都说 几十年没见过 这么大的潮水了 一开始 很多路媒都找官方专家解释 中共的这些专家都说 这次现象 和天文大潮有关 说天文大潮 通常在黄历满月 和新月期间出现 太阳和月亮的引潮力大 导致海水水位升高 也有专家认为 这次海水倒灌 是天文大潮 与温带风暴潮 叠加导致的 但不少网友质疑 如果真的是天文原因 那案里 全球的海岸线 都应该出现大潮啊 为什么只有中国沿海有事 10月22日 中共官方给出了一个 令人更加恐怖的说法 说全球其他海域 同时段会发现 类似异常情况 还说 全世界先前均没有案例 国内外尚未发现 有明确记载 于是 民众担心 会不会有地震或海啸 有相对专业的网友表示 潮汐和月汐对不上号 可能和阴岛火山地震带有关 也许因为中共专家的话 没人相信 10月24日 新华社又发表了 两名地质专家的文章 题为 海水道观成热搜辞 百川入海的水 为何会逆行 这篇文章开头就承认 大江东去百川入海 这是横古不变的规律 然后分析了半天 说海水道观的现象 有几个原因 什么风暴潮 海啸 地面沉降 持续的气候干旱 气候变暖等等 但这些明显都不是这次海水道观的原因 最后 文章还是含糊地说 可能与风暴潮叠加 天文大潮有关 注意 他这里说的只是可能 并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中国迹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 则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表态 说 此次是很罕见的海水道观 还应有更为深入的分析才能解释 一位网友直接问 为什么近期多地有海水道观现象出现 有什么预兆吗 10月24日 有网友在X平台上发言说 惊喜不惊喜 海水道观早就被指出来了 老黄历这东西曾经一度是被指为迷信的存在 但人家言而有误啊 网友贴出的照片显示 一本老黄历上著名10月23日 这张照片现在在大陆社交媒体上疯传 引发网友热议 黄历相传是由皇帝创指 古时候由青天剑负责计算颁定 内容主要指导农民耕种时机 并结合一学风水来预测吉凶 所以民间组成通书 有网友说 老前辈的预言和推理 比现在这些什么科学还可靠 万年历是老祖宗最伟大的总结 事实上 中国历代信奉天人合一很有智慧 古人往往能够从一些真相来预测吉凶 包括天灾人祸 甚至朝代更替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著名的预言师会流传至今 易经中技术 天垂向见吉凶 圣人向之 意思是上天通过各种现象来提醒世人 而圣人便根据这些来判断吉凶 而现在中共的所谓专家 只会从物理学角度给人解释 甚至为了政权稳定 而故意掩盖知道的情况 将来是有罪的 所以中国人现在不妨自己多观察天象 只会自救 中共官方称 这种海水倒灌国内外尚未发现有明确记载 但事实上 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 甚至有多次记录并造成重大灾难 都有史为真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 古代称这种现象为海溢或海水溢 这些海溢现象包括了程度较轻的海水倒灌和严重的海啸 比如在汉代就有关于海溢的记载 在西方天空出现会星后不久 发生了海水倒灌 淹没了大片地区 造成不少人畜伤亡 两个月后又开始下大冰雹 此后几年甚至出现极寒天气 连井水都冻结了 冻死了很多人 巧合的是 一颗被认为是不祥之招的彗星 在今年10月接近地球了 这颗彗星名为C2023A3 是在2023年2月22日被发现的 在2024年10月12日最接近地球 距离地球仅0.47个天文单位 所以彗星出现和罕见的海水倒灌 这种天象背后的意涵确实值得解读 中共官方否认历史上的记载 其实是睁眼说瞎话 让庄家们说一堆不着兵器的可能原因 目的就是不让人们去追寻根本上的原因 其实在古代 水的异常现象包括了海水倒流和河水倒流 一直被视为灾疫和冬天打雷夏天下雪一样 都是反常的现象 春秋伟中就提到 河水逆流怨气甚 意思是河水逆流象征怨气积聚 是不祥的征兆 古籍中还有记载 水逆流欲试将有外戚专权 或女性干政甚至直接掌权 例如续骇书记载 环帝永新二年 澎城的刺水突然逆流 永寿元年 落水泛滥 水流涌入金城 颠没了城门 当时皇后的兄长专权 破坏中城 最终导致列祖 在隋书中也提到 水逆流是为道逆 不初二年 并从女主起 意思是水逆流 预示着天道被违背 在两年内 将会出现女性掌权者 引发的战乱 素问六气玄机密宇周说 水乎逆流 富人或乱政 意思是 当水突然逆流 预示着国家政局 将出现混乱 并且会与女性掌权 或女性干政有关 女性可能会影响 或操控政治决策 在古代 当海溢这种现象出现 皇帝会认为是天意的警示 因此会检查自己的德行和过失 比如亥元帝在北海水溢之后 不但会反思自己的过失 还要求丞下直言批评 不得隐瞒 七十稿《德宗记》 耳中也记载了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的天津海溢事件 当时大臣王文韶请辞 但没有被批准 光绪说 面对战役 我们军臣 都应该反省自身 严于律己 才能避免天灾 但当今 如果有人提起山崩地裂 六月飞雪 海水倒灌 这类异象 认为与天意预警有关 中共似乎很害怕 因为它的政权 是建立在无神论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中国大陆的文章 在介绍古代这类文史时 都会说 这是愚昧迷信 进行批判性的解读 这在海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对神的信仰还是主流 而中国正统文化 也是神传文化 只是在中共控制中国几十年 割断了人们相信天意的历史传承 让当政者不敬天爱民 让民众不顺天行事 这种信仰的缺失 导致许多人积怨恒生 动辄报复社会 甚至当大灾到来 也不能透过关天查地 提闲检点自己 以避灾防灾 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所以 无论这次官方号称 没见过的海水道观 直接造成的原因是什么 从根本上看 这其实提醒的中国人 要多检点德行 从我做起 让社会变好是没有错的 总的来说 这类异象 就是警示人们 要向善敬天 改邪归正 就是海水道观 异象出现的真正原因